共創大概從兩年前就有提出來 可能是因為合約走到比較中末段 還有一個演藝廳還沒有幹 其實這是起因 那我們也幫忙討論以後 其實在修復在利用計畫 我們知道已經找張坤正老師來幫忙寫 也是非常專業 所以按照張老師提出來的數據跟表格 跟他的歷史遺憾非常清楚 我們把它分類了以後 大部分其實在今天都會更清楚 只是大概涉及到剛剛郭老師提的 有一個煙囪水池的鍋爐房的區域 就是原先我們要蓋劇場的部分 大概這個部分就沒有辦法執行 這個部分我們比較建議的是 和古蹟本體有衝突的部分 希望是一種不可抗力的因素 希望能夠和文化部做協商 這個應該也是各位委員 其實都有告訴你跟文化部的事情 再來是部署設施的部分 其實是照古蹟提修復在利用計畫 包括一些都可以照現況使用 這個跟原先並沒有方案 有一些再利用必要性設施 剛剛有李老師提的部分 就在修復在利用計畫裡面寫清楚 包括通廊的部分也沒有方案 大概做這樣的一個說明 好 謝謝 那如果各位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來填我們的意見表 我們就來填我們的意見 然後就來填我們 就來填我們的意見 但是我們還是在這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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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回避 所以总共20位都同意 今天所提出来的案子 同意三点 第一点 变更直辖市定谷基台北酒厂公告 谷基本体为三楼高塔 乌美酒厂四连洞 米酒作业场 烟葱 试验室 清酒工坊 蒸溜室 再次酒作业场 玻璃市包装作业场 维修工坊等 十二处建筑 古今附属机设施为 国九大楼 车库工坊A 车库工坊B 水井及井市 金属固廊 配电室 酒厂大门等 七处建筑 第二点 废址历史建筑 台北酒厂四连洞 台北酒厂米酒作业场 三 酒厂警卫室 及米酒作业场 互属仓库 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 指定谷基 不登陆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 以上 好 下一案 沈宴寺 中正区博爱路4 6 8 10 12 及延民南路1 3 号 文化资产价值审慮爱 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17 8 条 古基子地址废职审除法律法 历史建筑基建建筑 根本部份子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 办理情形 本案是王氏情居一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物 重建条例于108年 并启动文化资产价价值审查程序 本局复以108年邀集文资委员召看专案小组会刊 会刊结论略移 初步认定中正区博爱路2 4 6 8 10 12 号 及延民南路1 3 号建物不具文化资产价值 本局于108年9月10月 1月21日韩循城中段一小段370B 号等28笔土地 另外也询问108年 专案小组会刊的后续结果 因为本次韩循范围与前次范围不同 本局113年3月19日 再次邀集文资委员举办专案小组会刊 会刊结论对已 初步认定博爱路4 6 8 号 延民南路1 号 据文化资产价值 建议指定为古基 延民南路1 号与博爱路4 号为同一栋建物 经查询本府民政局门牌整合检索系统 无延民南路1 号门牌 另外中正区国爱路10 12 号 据文化资产价值 并检除列策 117月39日专案小组委员意见的在路如下 中正区国爱路468 号 延民南路1 号为北门正请方建物之一 与国爱路2 号古基 为同时建新建的建物 建物为四柱三窗立面 陈内经兵改组织三成建物 在市区改正中 属较重要的市区商店 若整体做修复及在路计划 更能彰显出其历史的价值 另外中正区国爱路10 12 号 及延民南路3 号 大部分已改建为 RC建议不具文化资产价值 另外文化资产价值 评估报告 这个范围的基本资料 土地的话有8笔是私有 有5笔是国有 建物的部分有5笔 而是私有 土地使用分区 属于第四种商业区 现况概述 不爱路4 号为摄影器材 9 码所线公司 不爱路6 号为汉客宝宝 英幼儿副食品 不爱路8 号为精英8 号咖啡馆 10 号为多且排汗衣 不爱门市 不爱路12 号为星河健康概念馆 不爱道3 号为大汉游地设使用 基地的位置 国定古籍北门开队邮局 辅台接洋楼以不爱路2 号接屋 以下为航空图 现况照片 另外补充不爱路468 号的 补充资料 不爱路三角接扩 最早因于1895 到1903 年形成 于1909 年延南路开辟之前 已经兴建建物 是随道路开辟而开启的第一波改建 这是始建时期的木造接屋形态 另外精英改族是日志时期由民间发起的 1927 年期建 将19 年代的木造房屋 改建为三层楼高的专造厂屋 今日不爱路2468 号 接屋应该是同一个时期建成 与一旁的台北邮局相互会应 共同行述北门周边的城内地景 另外日本时代的市定木十班地 有各类商社 在这个区域里面开了三家咖啡馆 这与台湾城市消费 以路咖啡文化的气息息息息相关 这是1932 年职业别的名系图 另外在不爱路接扩基地之战后 仍为北门南侧 近台北城内重要的重要地标物 不爱路468 号双面开口的店铺形式 与台北城墙城内 对面街道地史发展均有关联 沿平南路对面街市 直强市定谷基 府台街阳楼 也林国定谷基台北府城北门 本案价值分析 110年3月19日的专案小组会刊 初步认定468号指定为谷基 1012及也名南路3号不具文化资产价值 未来保存管理维护 本案如果指定为 登入为文化资产 限一文化资产保存法 应有所有权能管理人 使用能管理维护 唐部指定登入文化资产 后续相关规定办理 4指定登入范围之影响评估 唐指定登入为文化资产 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 或其他开发行为 且符合文字法系则第二四条 之范围条件者 需要依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三四条规定办理 已办理请同意指定中正区不爱入468号 之下设定古基的公告事项 一名称不爱入468号电屋 种类电屋 三位置与地址位于中正区不爱入468号 古基及其所指定范围面积及地号 古基本体为不爱入468号建筑本体 建物为城中段一小段647、634、646建号 建物的地号为城中段一小段361、364、365、366、367、368、369 地号等七笔土地 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据 本建物临近北门、铁道部、台湾、邮局、府台阶、羊楼等古基 行购北门城内都市发展文理 二、1927至1931年金兵改族计划之建物 立面保有四柱三窗形式 并延续不爱入街物一项具历史意义 三、符合古基指定及废纸审查办法 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指定基准 二、你请同意中正区不爱入十十二号及延平南路三号 不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 不指定古基不登陆历史建筑并且解除列策 法案提醒本审议会审议 好 谢谢 本案今天初练习的这些地址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表达意见 都没有 因为我看有议会的还蛮多位的 都没有表达要发言还是要简报没有 是吧 有没有 好 如果没有我们先提博言本 有没有什么影响 好 来 请 欧伟 我依据那个最后一点 就是有关于那个博爱入十号十二号及延平南路三号 那个部分是不具文化资产价值 因为从照片上面看起来 延平南路三号那个是改建过的 那博爱入十号十二号 从那个就刚刚跟我们手上的照片看起来 好像例面还是一样 那这个可不可以请稍微说明一下为什么 这个十号跟十二号不具文化资产价值 好 谢谢我们委员 委员还没其他意见 好 那个田副局长说明 跟主席还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那个二号的修复栽油计划 二号的做出来以后很清楚的 二四六八是同一批 当时都是四柱创 三创 属于一个小百货公司 那在二号的资料里面也非常清楚 那从十号到十二号以后 其实是后期 那跟这几节二四六八 还有平常那个是拖开的 那后期仿造前期来做的 所以我们还是以第一期的二四六八为主 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连起来恢复当时的印象 好 谢谢 好 各位委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好 来 请 我的意见其实跟跟那个王委员的意见其实一样 因为从材料上来看 二四那个四六八的用材 包括面砖 跟那个 可不可以放到那个二十七月 其实看起来那个面砖用材其实都一样 那个 这个部分 下面的那两个 可不可以放大 十号 十二号的那个面砖 其实跟那个八号的面砖 包括细部的那个部分 其实几乎看起来也是一样的 那那个 说他们是不一样的那个部分 这个部分 因为我没看到那个资料 不会再有所厘清 因为看起来 其实这五个门号的那个建筑物 看起来几乎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放到那个地基图 当时那个二号在做的那个地基图 好不好 然后再放一下当时的 二四六八的那张照片 这个第一张照片 看起来这个 反正如同那参考 让家amba上看 如果我们是跟你们投资了 还有几乎 你也没有 firme 商品 刮开 那市场 我们看看 剛剛老師可能比較質疑的就是10跟12號 事實上我們在建築師其實給我們在2號的資料裡面 其實蠻清楚的是2468是同一時期 10跟12號或許有一些面磚跟材料是一樣的 可是它都是屬於這個之後的房子 但那個10跟12號其實它的也沒有連動 就是它可能將來就是在這個之後 它是實時而再往後面去延伸的 所以2468它當時的同一個歷史脈絡 就是一個小的脈後模式 那我們也可以再去拿修復再利用計畫 可能等一下給王維周老師跟張老師看一下 那個內容都有歷史調查的部分 是不是把它兩本給老師看一下 好 謝謝 好 各位委員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來填這個意見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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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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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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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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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